仙人葬身秋沙之中 我和菜花再次落入魔爪 哈喽欢迎收看眼球生计第49集 皮拉夫的小石头离开了居民楼 开始四处寻找皮皮 直到晚上的皮皮去哪了呢 皮拉夫非常的夭急 隐约有种不好的预感 周围一圈下来还是不见皮皮的踪迹 这时候村长过来了 他走到了皮拉夫跟前 向他说了昨晚发生的一切 皮皮被洛西法带到了地狱之中 而让我转告你 快点会自己的星球赎罪 如若不然将再也见不到皮皮 皮拉夫开始着急上创下跳 村长问皮拉夫 对方是什么来头 皮拉夫回忆起自己的故乡 我们是来自M星球的 我们一族的族人 长时间居住在了古堡里 那里可以说是天堂 比起蜗牛村 唱的那不是一星半点 进入了古堡 皮拉夫开始回忆起家族的金库 不像蜗牛村摆在了最显野的位置 我们的星球是放在了地底的深处 接近了地心 没有人能够进来 除非能够忍受剧烈的高温 这我上一层的古堡 是一座顺库的库跑大厅 供孩子们学习攀爬 学习技能武艺 那时候 我们在这里玩得可开心了 再往上一层 就是古堡的观景台 这里可以钓鱼 休闲 娱乐 除了这些 M星球物质还非常的丰富 我们有吃不完的食物 客厅上摆放着我们最喜欢吃的蛋糕 蛋糕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 除此之外 古堡里还有迷宫 可以供孩子们在里面躲猫猫娱乐 还有用于锻炼身体的足球场 当然 M星球还养了很多的生物 可以繁殖各种的植物 直到有一天 我发现了路西法 在古堡的实验室里 开始研发病毒 让生物变异 利用生物制药 控制这里的一切 我迫不得已 逃离了自己的星球 才漂流到了窝罗村 没想到 他们那么快就追来了 点击关注 记得方愿引往一到四十八期内容 每天定期更新两集 不见不散